看情况吧 如果到时候实在没有地方可去 就跟我走吧 云征把道嘴边的话又收了回来 王安石这些人对军人向来没多少好感 在大宋当兵和当贼其实差不多 一旦这些人伤残了 王安石一定会严格的按照军律让他们退役 如果是一个两个军组 他还会考虑一下云征的颜面把他留下来 如果人数太多 王安石一定会毫不留情的让这些人全部退役 最多就是在他们离开军队的时候 多给一点赏赐而已 如今的京西军和当初的五圣军 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云征不可能再利用这支军队去敛财 皇帝和宰相也不会同意云征 用自己的钱去赏赐不下 刁卖人心 这是军队中的大忌 军族听了之后 反倒非常开心 连忙说道 太好了 标下今后可以跟着大帅混饭吃 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云征苦笑着拍摆他的肩膀 好好养伤吧 伤好了就去办退役手续 然后去找云文报到 告诉你啊 跟着我是不是有福气 很难说的 伤兵笑道 哎 标下听说过 跟您走的那些兄弟啊 如今是个什么境遇 求之不得呢 即便是活得艰难 跟着大帅走总还是有希望的吗 不像现在 退役了 就等于要饿死了 云征瞅瞅别的伤兵 见他们也是一副渴望的样子 就大声笑道 哈哈哈哈 既然现在过我 退役后都过来吧 只要不后悔就成 伤兵们连连说着 哪能呢之类的话 不过经历了这样一场 小小的变故之后 伤兵营里安静了许多 好多伤兵 也不再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了 云征走出伤兵营的时候 天边已经有些发亮了 大雨依旧没完没了的下着 只是不再打雷了 对面的洋河也变得猙獰起来 浑浊的河水 逐渐上涨到了 早先淤泥堆积的地方 不过呢 河面上那座桥梁 因为要通过火炮 僵士们把它修筑得非常结实 咆哮的河水 从桥下一尺的地方一泻而下 整座桥梁也在不断的颤抖 桥梁上还有工匠和军族 正在不断的将粗大的木头桩子 钉进湍急的河水里 用一切方法来加固桥梁 杨河对面的战斗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夜 信使不断从桥梁上跑过来 把对面的信息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文彦博 见云征走了进来 文彦博连忙说道 哎 撩人的工事不减呢 反倒才不断加强 这大鱼下了一夜了 将士们手上的强弩都已经受潮了 弹手不出弩箭了 好在火药弹还行 否则将士们只有拎着刀子和撩军肉搏了 趁着梁急没出岔子 赶紧把火油弹用过去吧 这样的天气条件下 火油弹的威力虽然会打几个折扣 不过组成几道火墙还是可行的 这样无解多少还能休息一下 在这里帮忙的苏巡 赶紧去调拨火油弹去了 文彦博瞅着外面白亮亮的雨丝 担忧的说道 实在不行 就把将士们撤回来吧 赵夫李东楚那里也是打得很艰难啊 辽人不只是在正面发动了反击 两侧也开始动作了 就在刚才赵夫来消息说 有两万辽人在雨中立阵 准备向他发起进攻了 至于李东楚那里头 从昨晚开始到现在 一刻都没闲着 一直作战到现在啊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肉搏了 同头关两面靠山 正面摆不下太多军队的 吴杰的一万三千人放在那儿 已经是满满当当了 再派人过去连作战的余地都没有 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啊 军人就是拿来作战的 这时候就算肉搏 吴杰也需要顶住 下大雨天气潮湿 我们的弩箭用不了 撩人的弓箭同样用不了 蒙虎骑奔这样的武器 我相信撩人手中已经没有多少了 有的时候残酷不仅仅是 施加在敌人身上的 更多时候是施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 大帅以为再艰苦的战斗 吴杰也必须挺住吗 是的 在我们和肖达虎作战的时候 吴杰在海灵川的战斗并不是很出色 面对撩人的疯狂反扑 他的表现不尽人意 既然他打不了硬仗 我们就必须逼迫他打硬仗 把他性格中那些懦弱 还没有坚持的部分 生生的给磨砺掉 云侯啊 这时候不是您魔力部将的时候 这一战关系到我军能否如约进入南京道啊 任何时候都是学习的机会 吴杰如果学不会 我就不允许他再带兵 他会清楚带领上万兵马 和带领两千人马 在中间有着天壤之别 事实上梁级已经过去了 温烟伯长出口气 这就好 这就好啊 暴雨打在吴杰的身上 霹雳啪啦的作响 牛皮鼠腰被雨水泡得湿答答的 他已经网警记了好几次了 可是没过多久 牛皮腰带就重新松垮下来 瞅瞅自己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的手臂 辽人这次来的是骑兵 丑陋的面孔在雨水中显得格外猙獰 吴杰狂叫一声丢掉骇士的头盔 再次带兵进了刚刚撤出的战场之上 从昨天傍晚开始下雨时起 辽人的浪潮般的进攻就没有停止过 对面那道黑洞洞的城门就像是地狱的出口 不论自己杀掉多少敌人 这个黑洞里头就能够吐出多少新的敌人 潮水般席卷而来的辽人齐阵 带着强大的惯性狠狠地撞上严阵以待的巨马和顿阵 煞石绽放出璀璨的浪花 人体抛飞战马悲鸣 冰刃的冷灰迷乱了阴暗的天空 烟红的血液染红了冰冷的沙滩 这一刻生命卑贱的连野狗都不如 吴杰拖着长长的斩马刀游走在顿阵后面 冷冷地看着前仆后继的扑上来的辽人 他们似乎个个都心怀死之 为了更加靠近宋军军阵 他们对面前布满尖刺的巨马和铁丝网视而不见 催促着已经蒙上双眼的战马往上猛撞 代价自然是残酷的 巨马上插满了战马的尸体 那些掉下战马的辽人也倒在了铁丝网上 铁丝网的尖刺刺进了他们的肉体 只要稍微挪动一下尖刺就会在他们的身体上撕开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 辽人似乎并不在乎 有的把身上的衣衫扯下来包在铁丝网上 不等他再有动作 铁丝网后面的宋军长枪就狠狠地刺进他的身体 或许是巨马上的尸体太多 已经对辽人行不成威胁了 一员辽将大喝一声 纵马越过巨马 手中的长柄战刀劈开了铁丝网 赫然闯进了宋军的战阵 长刀左右劈开两下 就在正面开出了一个硕大的祸口 吴杰副将谭亮快马赶过来想要弥补缺口 奋力一刀斩在辽将的刀刃上 终于挡开了急迟而来的辽人骑兵这雷霆万军的一刀 两马交错间 谭亮冰冷的钢刀从辽人骑兵的脖梗轻飘飘地掠过 血光飞溅头颅废弃 同时撕裂般的疼痛从左肩传来 谭亮立刻感到左半边身躯已然麻木不堪 自己这奋力一击固然斩杀了辽将 辽将的长刀也狠狠地在他的左肋上重重地刺了一下 如果不是身上的铠甲优良 这一刀就会破腹而过 一刀斩杀西梁骑兵 谭亮还来不及喘息 又一名辽人铁骑呼啸而至 沉重的斩马刀横斩而至 直取谭亮咽喉 咔的一声 谭亮的钢刀和撩人骑兵的斩马刀再度来了一次毫无花巧的死磕 撩人骑兵斩马刀被荡开 谭亮再也坚持不住 也被巨大的反阵力震落马下 刚才辽将的那一刀至少让谭亮断了两根肋骨 在如此剧烈的撞击下 他的身体似乎失去知觉 再也无法在战马的马背上坐稳 谭亮翻身跌落马下 又以其撩人骑兵 疾齿而至 硕大的马蹄子已经罩着他的面门狠狠踩落 谭亮狼嚎一声奋力往前逾越 堪堪毕过的致命一踩 硕大的马蹄子距离他的身体只有直尺之摇 如果他的动作稍慢一点 胸口只怕已经被踩出一个碗口大的血窟窿了 谭亮翻身爬起 眼前豁然开朗 再没看到哪怕一个撩人骑兵 只有瓢泼的大雨布满视线 遮蔽了周围残酷的景致 惊回首身后的宋军军阵正翻腾不息杀生阵天 凶狠的撩人铁骑刚刚越过铁丝网 就被将军统领的中军牢牢的包围在里面 不大功夫里面的战斗就停止了 彪悍的撩人铁骑展现出了惊人的杀伤力 大量的宋军袍泽被锐利的长矛戳戳穿 被疯快的马刀砍为两劫 被奔腾的铁骑踏碎了头颅 他们流进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地面 很快就被雨水稀释 最后化作一条红色的小溪 鼓鼓的流进了奔腾不休的羊河水 伤亡惨重之下也重创了撩人骑兵 从城门口一直到自己的军阵 撩人骑兵的尸体几乎铺满了地面 一些伤残的战马在大雨中哀鸣 努力的想要站起来 最后轰然一声依旧是倒在水泊中 溅起大片泥浆 大雨下得越发大了 天地间都是白亮亮的水珠 耳中也都是大雨击打在尸体上 击打在铠甲上 击打在大地上的声音 清晨刚刚出现的一丝亮光 重新被乌云遮盖 天地一笼统 在吴杰的吆喝声中 孙杰这个炮兽头目带着十几个宋军 艰难地将火炮推到最前面的一个棚子底下 稍微清理一下火炮 就把炮口对准了那个黑洞洞的城门 只要那里继续有敌人出来 就哄他娘的 想要对付这样的敌人 实心的炼弹 可比开花弹好用太多了 在这样的距离下 一发炼弹扫过去 就会在敌人密集的军阵里 开出一条血肉模糊的大路出来 包在油纸里面的火药抵药已经放进去了 孙杰将引线放在自己胸口 用油纸包裹了一层又一层 只要打开一个小小的口子 就能从里面抽出一根引线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点燃 否则就会受潮 吴杰瞅瞅亲兵抬过来的谭亮 在他肩头拍了一拍 趁着桥梁没有被河水冲走 速速去伤兵营吧 剩下的自然有哥哥在 一定会守住的 谭亮吐一口血道 我就是肋骨断了 只要包扎好了 就能继续做战 咱们这次再也不能往后退了 将主 我在后营看到梁吉了 他来做什么 吴杰有些恼怒 这是自己的战场 不是他梁吉的 谭亮从担架上爬下来 小声说道 是不是文艳伯那个王八蛋 派来顶替我们的兄弟他 之所以没动静 可能是大帅想要再看看 吴杰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性格上缺点很多 犹豫不决就是他最大的毛病 听谭亮这么说 多少有些茫然 当初 云正就考虑到吴杰这个性格特点 特意将人称猴心的谭亮 派来给吴杰当副手 此人极有决断 将主 这次咱们的命都是小事情 永胜君的名头不能丢啊 只要熬过这场大雨 谁敢小看咱们 末将听中军大战的参谋们说 大帅准备在这场大战之后就要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 他会狠狠的整顿一下京西军 在全军中挑选最精锐的军队 留给朝廷使用 剩下的将会卸甲归田啊 云正曾经跟吴杰谈过去留的问题 吴杰选择的是留在大宋 对吴杰的选择 云正无话可说 毕竟他的家人族人全都在大宋 在这个父母再不远游的时代 吴杰的选择再正常不过了 苏巡曾经说过云正 不能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谈论自己出走的事情 这样会加大云正出走的风险 人心不可测 提前说出来对云正有百害而无一例 云正思前想后 还是提前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部将 除了梁吉 彭九 汉牛 猴子 打算跟自己离开大宋 剩下的部将都选择留下来 自从谈论过这件事之后 云正就再也没有和他们说起自己要离开的事情 他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 云正会在何时何地 以何种方式离开 漂亮的话让吴杰心头有些酸楚 不是因为大帅把梁吉派来给自己压阵 而是因为他知道梁吉过来就是为了帮助自己 一个将要离开大宋的人 即便是有再多的军功也无济于事 梁吉自从受伤之后就留在大帅身边充当护卫 这个时候派过来就是给了自己最大的帮助 抹了一把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的液体 吴杰对谭亮道 滚去商兵营 顺便请老梁过来当我的副将 谭亮惊讶的道 项主 吴杰探手拍拍谭亮的脸颊道 你确实很聪明 但是你根本就不了解大帅 也不了解我们这些老兄弟的心 下去吧 谭亮迷惑不解的被亲兵弄上了担架 盖了一块油布就如同尸体一般被抬下去了 路过后营的时候 见梁吉两手附在一柄巨大的战刀把柄上 无聊的瞅着棚子外面的大雨 梁吉掀开油布看看蜷缩在油布下的谭亮 闷声道 好好养伤吧 我去前面了 谭亮的嘴巴张了几下 没来得及说出吴杰的吩咐 凶壮如山的梁吉就已经走进了漂泊大雨中 被亲兵抬上摇摇欲坠的桥梁之时 谭亮看着滔滔河水 发现自己确实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桥梁上并没有看见梁吉带来的一兵一卒 梁吉到了前方之后 来到吴杰身边 掏出两颗鸡子递给吴杰 吴杰接过鸡子 又把手探进梁吉的怀里 从里面掏出一个扁平的酒壶 先是狠狠地灌了一大口之后 然后才说 总是把好东西藏起来 见吴杰把鸡子给了一个年轻的君族 梁吉叹息一声道 哎 老子感觉好像幼太娘子回到清堂了 吴杰点头道 不错啊 这里的辽人凶悍得紧啊 你看看巨马就知道了 他们直接骑着马往上撞 铁丝网更别提了 先来的辽人就那么趴在铁丝网上 后面的骑兵从他们身上踩着就过来了 刚才如果不是我的副将豁出命去死战 损失会更大 看看模模糊糊的前方说道 现在消停了啊 吴杰大笑道 哈哈哈哈 老子把火炮运过来了 只要趴在前面的探子给讯号 老子就拿火炮轰击 把这些狗娘养的轰死在城门洞子里 大帅让我运来了好多人烧弹的 你可以狠狠地用 我知道 现在还不是用那些东西的时候呢 将士们还能支撑的 狗娘养的这大雨不知道会下多久啊 万一桥梁被洪水冲走了 这是咱们最后的杀手锏 不能轻用啊 梁吉笑道 呵呵呵 大雨天用燃烧弹效果太差了 还是等天晴之后再说吧 正在聊天的吴杰和梁吉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尖笑 梁吉想都不想对孙杰下令 开炮 孙杰掏出药碾子 连着外面裹着的油纸一起塞进炮眼里 烧轰的铁条捅进了炮眼 药碾子就发出痴痴的声音 吴杰梁吉一起捂住耳朵 远远的瞅着大炮 只听见轰的一声炮响 两枚被铁链拴在一起的烤老大小的炮弹 就旋转着向对面砸了过去 铁弹在大雨中似乎开出了一条通道 吴杰甚至能清晰的看到百丈远的城门洞子里发生的一切 皱着梅又转过头来朝孙杰继续大喊 打得很准 再来一下 伤得撩人很多呢 不用他吩咐 孙杰在第一发炼弹飞出去之后 就匆匆带领炮手擦拭炮糖 填装抵药 重新校正角度 塞进炼弹 重复了刚才的动作 炼弹一发接一发的钻进城门洞子里 很诡异 那里没有什么声音传过来 就连一直在城头鼓噪不休的辽人都安静了下来 吴杰嘎嘎大笑 指着城头大声吼道 哈哈哈哈 不要命的就来 老子炮弹多的是呢 把你们全都撕成碎片 梁吉见吴杰得意不已 也不杀风景 抱着自己的战刀坐在讨垛子上 对着吴杰说道 辽人应该消停一会儿了 让老子先睡一觉 辽人来了喊我啊 吴杰大笑道 哈哈哈哈 你小心人家的巨星投尸机啊 梁吉笑道 哈哈哈哈 辽人要是还有那东西 老子绝对会一刀砍死孙杰 他说已经把辽人的投尸机都给干光了 另外老吴啊 这种天气条件下 投尸机上的牛皮锁还能用吗 你先把腰带系好了 鸟都快露出来了 吴杰把腰间泡得软巴拉鸡的牛皮带 抽了出来丢在底上 提提快要掉下来的裤子 剁了半截麻绳系在铠甲上 这才感觉到全身齐整了 再看梁吉的时候 发现这家伙已经靠在草垛上睡着了 河水越涨越高 最后从桥面上流了过去 云征眼见桥梁已经极度危险了 就下令让自己的部族和匠人们从桥上撤下来 自己站在河边跟文彦博一起看洪水冲垮桥梁 最后带着上面的木料顺流而下 一炷香的功夫 河面上那座相对来说比较坚固的桥梁就消失了 只剩下几根插在河底的木头柱子 突兀的竖在水中间 河对岸的炮声停止了 云征也就没有留在河岸的必要了 大雨没完没了的下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安排了防御之事 就打算回去好好睡一觉 一事半会儿的 这场战争还分不出胜负来 兰兰的帐篷里进水了 他兰兰的躺在床上 无聊的瞅着四个侍女往外摇水 帐篷里湿气弥漫 到处都湿漉漉的 兰兰叹息了一声 身在军营出现这样的状况 实在太正常不过了 云征来的时候 兰兰就赤着脚站在水里 指使侍女将帐篷里 湿漉漉的帷幕全部换掉 这种环境根本就没办法住人 云征笑道 行了别忙活了 我们去大军草料厂 猴子已经在那盖了几家茅屋了 听说很干爽呢 不用在这玩水了 兰兰有些失望的点点头 就在侍女帮助下披上缩衣 骑上马跟随云征去了草料厂 二十万大军的草料厂占地很大 一堆堆的干草料堆在高处 虽然天上大雨旁沱 方圆足有十丈的草料堆 根部依旧干爽 战马不能总是吃青草 那样会拉稀的 还是要配上足够的干草和精死料 猴子所说的茅屋 其实就是在干草堆里挖出若干个洞 只要把铺盖布置在里头 那就是个极好的睡眠地 兰兰看到了就喜欢 欢喜的带着侍女钻进一个最大的草洞 女人们惊喜的叫声不断从里面传出来 王安石从不远处一个干草堕里探出脑袋 笑眯眯的看着云征 云征走过去之后才发现 王安石将自己居住的草洞 导致得极为雅致 如果可能啊 老夫今后就打算睡在草堕里了 云征大笑道 哈哈 你算是知道草堕里挖洞的好处了 那是自然啊 老夫当年与云侯在皇家田园里头 也遇到了一场大雨呢 结果你我二人在草堕里定下了青苗法这样的盖世奇法 大宋钱庄才得以哼哄出世 汇集万民啊 你我如今在草堕重逢 不知道云侯还有没有可以让老夫受益的想法啊 云征摇摇头道 不行啊 我快困死了 没工夫赔个糟老头子喝酒 那里有如花的美人 谁稀罕跟你在一起啊 女人走到哪里 哪里立刻就会变得香喷喷的 汁粉味道让云征的鼻子很难受 打了两个喷嚏之后 就只好在懒懒悠怨的目光下走出了草窝子 汁粉气在草窝子里显得格外浓重 云征很担心自己会被那股子气息给熏得晕过去 王安石那里就好多了 可能是在草原上为了和肮脏的寥人有所区分 他洗澡很勤快 头发上看不到狮子 衣领里面好像也没有 他居住的草窝子里面除了松烟末的味道之外 就剩下浓烈的酒气了 云征对酒气不反感 甚至还有些喜欢 如果自己也喝酒的话 酒气就会完全消失 这里除了不能点火之外 其余的感觉都很好 白日里在潮湿的帐篷里办公 晚上就回到草窝子里面睡觉 很是惬意 军中的高官都是这个待遇 商兵自然也是一样的 京西军中上下尊备的分级非常严格 但是商兵不在此脸 坐在草窝子里看暴雨 让人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王安石就非常的享受这样的感觉 端着酒壶蒸蒸地抽着外面的暴雨 凉酒之后 才回过头对云征说道 方才看外面的时候啊 老夫忽然想起少年是淘气的模样 家父在大雨中四处寻找不见踪影的我 最后在猪圈的边上 看到了一间树枝子踏成的草屋 掀开佛部帘子之后 才发现我已经在里面睡着了 身下都是水 云征找了一块合适的羊骨头 塞到嘴里头含糊地说道 嗯 来走了 王安石悲伤地摇摇头道 没有 不是老夫舍不得打我 而是因为我病了 全身起了银屑 大夫说我是湿寒入体 造成的血灶 那种病纠缠了我几乎一生啊 即便是在东京 我的病也没有好 每回洗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云征点点头道 对啊 那种病啊 如同复古之躯 挥之不去 非常恐怖啊 浮阳造欲出 因失欲之战 造失香流连 重出乃头剑 骚夫血之骨 解衣辽炉叹 方其窃心时 更子无可患 忽一极致之 莫惜千金散 有乐即有苦 切心非所愿啊 听云征念了自己写的诗 王安石很是惊讶 连忙说道 你是怎么知道老夫患病的 老夫自认隐瞒得很好啊 云征 吐掉嘴里的羊骨头道 全东京的人都知道啊 我只要参加一场酒会 总会有人念记你的这首诗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你的病情 看看有没有医治的良方 王安石苦笑道 恐怕是在笑话老夫吧 云征翻翻眼睛 知道还问 王安石大笑道 东京市上果然没有秘密可言啊 文言伯家的姬妾 专门在街市上 透貌美的年轻男子回去 敦伦数日之后 再把奄奄一息的男子丢出来的事情 想必也密瞒不住吧 云征瞪大了眼睛 茫然的摇摇头道 啊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啊 哎 说说 说仔细点 王安石捧腹大笑起来 指着云征说道 和你说话真是人间怪事啊 云征含笑点头 啊 说话就是这样才愉快嘛 有说的有捧的 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有趣的话题继续下去啊 如果只是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说其余的人都侧耳倾听 那是上课不是谈话 怎么 你的病好了 王安石掀开自己的袍子 露出斑驳的胸口说道 真是怪在 老夫少年是随家父在临川妇人 在那里得的病 昨年来求医问药无数 皆是无效啊 但是被出燕门关之后 身上的阶险就慢慢的脱落了 时至今日 居然全身上下 不欠一块界限 往日阴雨绵绵之时啊 正是老夫痛苦难当之急 哪有现在这般烹酒欣赏暴雨的心境啊 你太白常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王姐夫注定要在这片烟云地上施展报复 之前你的病之所以不好啊 那就是因为你迟迟不来烟云 这是上天对你的惩罚 现在你来到烟云地了 注定要在这里施展胸中所学 所以啊 你的病才会不要而愈啊 王安石仔细地瞅瞅云征 慢慢说道 长生说的很有道理啊 云征苦笑了一声 哎 借夫兄啊 我远登海上 是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在大宋立足了 君臣义朋友情全被皇帝给撕扯的乱七八糟 步骤不成了我 你为何一定要找这么个别角的理由 离开朝堂啊 想要劳死烟云地 你猜 云征喝了口酒道 猜 没功夫 你愿意留在燕云地受苦是你的自由 我才不愿管那么多呢 王安石神秘地朝云征招招手 示意他靠近些 等云征把脑袋凑过去了 王安石才小声说道 尽之则不逊啊 远之则怨 云征坐正身子不屑地说道 你就直接说为女子与皇帝难以养也 为什么把话说得那么隐秘啊 王安石默然一笑道 这可是老夫多年的心得啊 今天吃点亏告诉你 宁愿让皇帝怨你 也不能让皇帝不愿意搭理你 离得远了 尽管他在怨你 但心里还是在想念你啊 当他问及身边群臣 得不到一个好的答案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 远在天边的你来啊 那个时候 在皇帝的眼中啊 身边的众臣全都是蠢才 唯有远处的那些才是能臣干臣 这时候啊 你只要按照皇帝心的意思啊 说上几句话 或者是办上几件事 你啊 很快就会成为皇帝眼中的知识能臣了 云征抽了抽鼻子 你留在燕云地还可以说是远 还可以说你是大宋的能臣 我跑得有点远 皇帝可就想不起来了 他就算想起我了 那也不叫思念 应该是 叫缅怀吧 只要大战再起 皇帝自然就会思念良将的 云征诧异地瞅着王安石道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家鹰犬了 你以为我还没有当够啊 我之所以要去当海盗 就是想还自己一个自由身呢 老子站在船头挂上骷髅旗子 手了一把刀子 看谁不顺眼我就抢他 看谁讨厌我就杀了他 只想把这些年兽的鸟气都给散发干净了 再然后呢 我就快快地带着老婆找一处人间仙境度过余生 没打算再给赵颂当鹰犬 王安石点了点头 看来啊 旁向的一片苦心 您是不打算接受了 云征怒道 萧和跟韩信的故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当初萧和那可是往死里给汉高祖推荐韩信 不可谓不用心 但是后来呢 弄死韩信的还不是萧和呀 他旁极有心当萧和 我云征也没了心思去当什么韩信 如今老子连皇帝的女人都睡了 就这一条 只要旁极觉得我可有可无的时候 他就能把我全家押付菜市口斩首至终 到那时候 老子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了 你说说 他们都是怎么想的 觉得我云征是个天大的蠢蛋不是 王恩实和和笑道 啊 宁愿做山野里的草头王 也不愿意接受朝廷里的朱子贵呀 你的选择多少有些古异 嗯 佩服 佩服啊 只要是能够当机立断放下的人 老夫都会拱手致意 说声佩服 只是这荒山草泽的 委屈你了 谁告诉你我一定会在荒山草泽俺家 难道我就不能在一处桃花盛开 青草遍地 四季有不屑之花 四季有长青之果的神仙宝地安神立命啊 王家府 你别忘了 蓬莱 方丈 营州 那可都是在海上啊 万一我在岛上找到了长生不老之药 宋妮芬 你要不要啊 王安氏怒道 满口湖宅 哪来的海外仙山啊 你们要把子虚乌有的事情弄得世人皆知啊 王安氏非常害怕 他已经知晓云征打算要干什么了 刚刚还是游戏的心态立马变得端正无比 我没想到你 这种小节目 你要不要啊 我没想到你 感谢观看